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老圣 再次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就是来拍 2.6的宿主要 怎样打木影 不管是什么宿主类型 我玩的宿主是2.6 到现在玩的还很红一下 这个2.6 只不过现在 比较比较少人玩了啦 现在比较 然后常用就是那种 那个 不懂叫什么英雄 英文名字叫 MONK 配上了野猪 然后射程的话是弓箭手 我这个射程是火枪手 我可以对方下一个冰法 宝宝龙 然后我的火球 15 没有炸那个冰法 我在那边先讲一下 就是我 宿主类型啊 如果是打 打木影的话 我们尽量就 不要正面 正面的进攻 我们就反面了 怎样讲反面的 就是如果对方 就好像我们 就让对方 还从 左边进攻 然后我的 就2.6在右边进攻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猪啊 跟那个木影正面 防守的话 还有进攻的话 我们是 打不过 完全打不过 所以我们要反路 反路用进 进攻的核心 反路打 这时候对方 会 有 压力哦 给他们 有点压力 在另外一边的 进攻 这时候对方 打木影的机会就没有了 就是我们 速转我们的猪 看到 可能这个对方 那时候 他手上有幸福 这时候我就 这时候要加飞 我就想办法 有办法 速转 然后 给对方 压力降 ok 现在对方 长不大 要 打木影了 这时候我的火球 炸掉 ok 加龙炮 火枪手 是要针对宝宝龙的 ok 火枪手 打掉那个 孤龙 ok 兵法就顶住 因为 因为火枪手 对着宝宝龙 有点浪费 所以我就 没有对宝宝龙了 因为加上 会有毒要 堵着 4倍 加1倍 因为我还用小孤龙 兵人 2倍 4加6 所以总共7倍 他主要可以堵掉我7倍 所以是亏 所以我只要一只兵人吧 2倍 我可以加龙炮兵人4倍 5倍 这时候我就 快了1倍吧 然后野猪就进攻 对方啊 这时候他的墓碑 没有拉到我的野猪 这时候我就 反路进攻 让对方有一种措手不尽的这种 样子 这时候很好 他的毒又没有动到我的脚很好 我还可以提醒 加冰人 冰人 冰人 野猪 火球一判 冰人 刚好炸起尸 野猪 哎呀 敲一下吧 寶寶龙 这时候冰人顶住 加滚木 滚到手里面 这时候我就用 这时候我就下 火球 火球一判 这时候我火球又炸不到里头了 然后让我更加紧张 我火球 迷失了两次了 没有炸那个塔 火球炸掉了这边 其实我这个火球可以不用炸 嘿嘿 火枪手都可以打到他们铲鞋 等一下火枪 小多多一判 还有宝龙 还有宝龙 还有宝龙没有 下火了啥 他只打木野了一判 最后一判的木野 最后一判的木野 这时候是最 緊张的时刻 只要加火球 火球 火枪手 野猪 这时候火球 火球 很紧张 炸到刚刚好 还好时间结束了 不然他的毒药了 磁西亚将酒肯定是输了 然后这期视频也 还是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的话 就在这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